我的程式三段,一段是統計,一段是繪圖,一段是清除 這三段呢,把它直接就貼到雲端上白板的第四頁的地方 所以一個SUB就一個按鈕,所以有三個SUB 基本上這三個程式裡面,如果你看不太懂的話 我是建議你甚至可以把這個程式直接貼到TrackGPT上面 然後問他說,有些程式我不懂,你可不可以解釋一下 我一直強調,其實TrackGPT輔助程式設計的部分 大概會有幾個,我自己的經驗至少會有四個很重要的輔助功能 第一個功能就是說,TrackGPT真的可以幫你寫程式 它可以幫你生成程式這件事 第二件事的話呢,就是如果你程式發生錯誤的話 它會幫你找出錯誤,所以第二個是找出錯誤 第三個呢,它可以幫你解釋程式 也就是程式你看不懂,沒關係 你可以怎麼樣,你可以貼上去 請幫我解釋一下,到底這個程式是什麼呢? 我覺得你們不妨可以試試看 這個對於寫程式來說,大大的減輕你們的學習負擔 我是覺得真的要透過AI幫忙 而且我建議你在畢業之前一定要善用AI 而且要用得比人家更純熟 你就比人家早跑了往前一大步了 因為現在職場上每個企業都需要一種人才 就是很會AI的人 所以很會AI對於企業來說是大大加分 所以你將來假設你要畢業的時候 你的自賺履歷上面可以特別強調 你有具備AI這項功能 我跟你講,你就亮點了 馬上你的面試 還有你的那個就會比別人 我覺得來的優勢很多 真的,這是真的 因為我個人親身的經驗 真的有時候你要有一些亮點 馬上你就可以比別人還更有優勢 因為這些人就是企業要的嘛 他現在每天開會就要找什麼人 每天問老一輩的你會不會 很多人都不會 因為他們在那個年代 他們是沒有學過的 那沒有學過他怎麼會 所以他們很怕這些東西 那誰會? 年輕人才會 所以如果你沒算算年輕人 你們就比那些資深的元老還要更有優勢 所以這個是你們的強項 那所以我剛剛講 對,一二三嘛 第四個還有什麼? 第四個就是他還可以幫你翻譯程式 也就是說如果將來你VBA 你說老師,可是現在比較夯的是Python 那我可不可以把這個VBA程式翻譯成Python 可以,你可以請TriP 比如說貼上之後請你幫我把它翻譯成Python程式 可以,他馬上幫你把它翻譯完成了 就是這麼厲害 而且對我來說使用的體驗還蠻好的 而且這個體驗應該會越來越好 因為現在TriGPD 它的版本是3.5免費的吧 4的話要錢 可是之後呢可能慢慢變成4.0的可能也變免費 變4.5是要付費的 意思類推 微軟的Copilot 它現在也是GPD 4.0的 但是使用起來感覺它有幾個問題 微軟公司的AI 雖然感覺它好像給你的資料很多 而且講得很囉嗦,很繁複 但是仔細去分析 第一個,好像很多都是罪字 都不需要的 很多說講了一大堆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錯誤也蠻多的 其實它根本給你的是錯誤的訊息 但是它還是會給你 所以常講 如果假設它不知道 但是它還會給你答案 所以如果假設你要避免說 它如果不知道 可是卻給你答案的話 你可以在最後尾巴跟它講說 如果你不知道的話 那你就說你不知道 或者是就不要提供訊息 它這樣的話呢 就比較知道說 不要給你一些假的 不然的話 我是覺得它不知道的時候 它就會開始瞎編了 所以這個地方 我覺得是AI 可能會遇到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說呢 它的正確性 有時候很難辨別 因為畢竟呢 你會問它 就是表示你不懂 但是它給你一個東西 你也無從分辨對錯 那有時候反而更是問題 OK 所以上個星期的話 最後我們是把這 總共有三個按鈕做出來 所以最後的話 是做一個統計關鍵字 那我這邊的話 是按下統計的時候 它把這個公式直接輸出 OK 然後另外的話 圖表把它繪製 最後這個把它清除 就是這個跟這個清掉 OK 那基本上的話呢 我要怎麼樣可以按下它 自動輸出 當然我這個地方 上個禮拜是用錄製聚集 就是 郵標先放在這邊 然後上面打勾 有沒有 然後向下填滿 把它錄製成聚集之後 可是實際上 我們來看一下 最後做出按鈕 這一段程式 其實在雲端白板上也有 那你們其實是可以 這一段有沒有 其實就是雲端白板上面的這一段 統計這一段 OK 那你說老師 那裡面總共幾行乘四 如果扣掉SUB跟NSUB 其實總共就是 一 二 三 四行乘四 OK 那其實啦 最後啦 如果你真的會寫的話 其實說真的只要兩行就好 所以最後的話 我是建議 如果假設你用錄製聚集 因為其實應該是 如果錄製的話應該四個動作吧 一 游標放在哪裡呢 所以啦 如果你假設要註解的話 你可能就是自己再把這上面加 做動作 一 游標放在B2儲存格 二 在公式上面直接打勾 三 向下填滿 有沒有 那四的話呢 其實是多餘的 所以跟各位講 如果以錄製完之後呢 分析 最後這一行其實是多餘的 是可以刪掉 所以第一個喔 跟各位講 最後其實只要兩行就好 哪兩行呢 其實喔 就是 2跟3就可以了 然後呢 1跟4這兩行不需要 因為你說老師 那我可不可以 不要這一行 可是不要這一行的話 會有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因為呢 它這邊是 你游標放在B2儲存格 OK 那底下這邊有一個叫 Active Sale 這個Active Sale 指的就是 目前游標放的那個儲存格 所以喔 如果假設你把這一行 砍掉的話 那理論上執行會出錯 出什麼錯呢 就是你沒有 確定說 它這個Active Sale的位置喔 所以記得喔 如果假設 有可能它的Active Sale 就是你游標放的位置 不見得一定在這裡 可能你放這裡的話 那會出錯 所以如果假設 我把這一行砍掉 OK 把這一行砍掉 OK 那如果把這一行砍掉 你會發現喔 因為我目前的游標 Active Sale 是在這裡 所以如果你執行的話 會發現什麼錯誤 有沒有發現 它會把游標 有沒有 就當成在這裡 就出錯了 有沒有 所以你會發現這一行 就出現什麼錯誤 他說沒有辦法 向下填滿啦 為什麼 因為你放錯位置 那怎麼辦 所以如果假設 那個第一行也把它刪掉的話 那你這個Active Sale 可以改一下 直接跟它講說 喔 那個儲存殼的位置 就在這個了 那這個怎麼表示 很簡單嘛 你就是用Range就可以了 所以這邊的話 直接跟它講說 喔 就是喔 你如果要輸入公式的話呢 那直接幫我輸入到Range B2裡面了 所以呢 剛剛是 先什麼 先把游標放在B2.slate 才會產生一個Active Sale 不過 這邊其實不用 OK 所以啦 如果理論上要把 這個統計的這個錄制區域做 這個什麼的 做優化的話 其實喔 你可以直接留下1跟2 1的話呢 是輸入公式 在B2儲存格 這邊的話可以改變什麼 在 應該是在B2儲存格中輸入公式 OK 就是這樣 有沒有 在B2儲存格中輸入公式 有沒有 然後再向下填滿 那向下填滿的話 這邊有個叫Selection 那什麼叫Selection Selection就是選取區 所以一樣的道理喔 假如你的選取區 現在是在錯誤的位置的話 也會發生錯誤 所以記得如果你要改的話 請你把Selection 也改成Range B2就可以了 所以喔 如果假設你只要留下 那個第二行跟第三行的話 那請特別注意喔 你必須把Active Sale 改成Range B2 改成Range B2 也把這個Selection 也改成Range B2 因為如果假設你沒有改的話 那它會找不到正確的儲存格位置 OK喔 所以喔 如果要把上個禮拜的 錄製聚集程式做精簡的話 那當然呢 你可能需要具備有剛剛講的概念 所以最後的話就是兩行程式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向下填滿 所以這個的話就是向下填滿 填滿公式 好 那這樣的話基本上喔 有沒有發現喔 上個禮拜的這一段有沒有 其實就可以再被精簡 有沒有 所以這個是在第四頁地方喔 精簡最後的話就兩行 那簡單多 而且再把那個註解寫上去 那最後啦 其實我個人的習慣還有幾個地方 我會再把它再優化 哪個地方優化 各位有沒有發現喔 這邊有一個叫做點Formula Formula就是公式 那R1C1的話 指的就是敘述方法是用R指的是列 C指的是藍 那意思就是說呢 它的坐標的方式是用這種方式呈現 什麼成語 然後這邊 這個是一個什麼 這個是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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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標吧 那這個坐標的話 你說真的 你會說老師 那這個我看不太懂喔 那我可不可以改成我看得懂的樣子 其實是可以的 你可以怎麼改 如果你要改的話 你可以把這個R1C1 離證掉 第一步喔 就是R1C1 因為我不要用R1C1 我看不懂的方式來敘述 2的話呢 請你把等於Conief一直到雙引號 反正就留下雙引號 前後雙引號之後的話 接下來很簡單 就是把這個公式 這公式可以再簡單 這公式好像我們有用那個定義名稱 所以你乾脆改成這樣 好像我們本來是打這樣的公式 你就把這個公式 直接複製之後 複製之後取消 把這個公式複製取消之後呢 貼到這個雙引號裡面 就OK了 那你貼上的話 你說 這樣我比較看得懂 因為原來我們寫的就是這樣子 所以你可以把這一段 直接就放在哪裡呢 放在這個雙引號裡面 不過呢 可能要注意幾件事情 什麼事呢 就是在Excel公式裡面 如果它本來就有雙引號的話 那假設你把它貼過來 因為在VBA裡面呢 這個雙引號是有意義的 所以你弄過來之後的話 它會搞不清楚說 你這公式裡面的雙引號什麼意思 是不是VBA裡面的雙引號呢 還是公式裡面的雙引號 所以如果假設 你將來要把這個公式 拿到VBA裡面的話 請記得 如果它裡面有雙引號的話 你必須把這個總共幾個雙引號 一、二、三、四個雙引號 變成兩個雙引號做區隔 因為如果你假設沒做區隔 它會搞不清楚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就是把這個公式 複製 複製之後 記得按取消 再切到這邊之後把它貼上 然後記得 在這邊有四個雙引號的地方 把它再加一個 加在頭尾都可以 反正就一定要把它改成兩個 就OK了 如果不改的話 它會看不懂 這雙引號到底是什麼意思 它不知道 但是你加了之後 就不會出錯 你加了就沒事 但是假設你其中一個沒加 你會發現它就出錯了 它看不懂 為什麼 因為那個雙引號 在VBA裡面是有意義的 所以把它再補一下 這樣的話 就完成 把聚集做一個精簡的一個動作 所以把它執行一下 有沒有發現 這個把它清掉 這個把它清除 再把它執行一下 這一段執行 有沒有發現 兩行就解決了 所以我把這一段 最後在精簡完之後的程式 我就直接把它貼到雲端白板 這個是錄製的 錄製有四行 1234 然後我把它精簡完之後的結果 我把它貼到下面 所以各位可以參考 最後就是兩行 OK 試一下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